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师大 我是阿贤 今天是7月1号礼拜五 那洪老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那这个礼拜蛮惨的 为什么很惨呢 昨天跌了414点 已经让我觉得说我看错了 就今天你看到收盘 又跌了482点 我没有看错 我是很震惊的 当然你说什么 老师因为什么 因为7月份了嘛 对不对 鬼门要开了嘛 对不对 随便你讲啦 反正找一个理由就可以跌了 当然我还是要跟你讲啦 这盘有些股票本来就应该跌 本来就应该跌 但是你说老师 你说应该跌的也都跌了啊 那也有跌到我们的股票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我也没有完全看对嘛 对不对 我认为应该有本值的股票会上去嘛 就这个盘是大家一起下来 不管说你有没有听过名字的啊 或是说什么 你觉得它基本面不好的 反正就是一起下来 昨天跌了400多点 今天跌了快500点 两天加起来900点 诶 问一下哦 咱怎么有政府啊 咱们没政府啊嘛 所以我就说 其实那问题的根源就是 我们国家的央行升习半码 人家升三码 我们升半码 连一码都不到半码 那你觉得台币会怎么走 但外资钱进来台湾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投资 他也想赚一点利息啊 结果都没利息啊 那把钱汇走算了 也就这样啊 当然你说老师那钱可以 那他那些钱哦 不用急的汇走嘛 因为还可以哦 什么借券啊去空股票 有啦有一批人是这样做啦 所以最近哦 那个借券的东西 我有拿出来讲 跟你分析说叫你注意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爽 说什么什么联罚科还不要买 联罚科还不要买 那我问你今天是不是又破底了 他昨天只问今天破底啊 今天610 2001 你有没有看到 那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 联罚科很差吗 当然你会问我说 老师那你觉得台积电怎么样 台积电452 我就早就跟你讲还很贵 你去看他的殖利率是多少 他今年四季加起来可能配11块而已 你去看他赚多少 他配给你多少 我随便找个阳明长龙都配比较多 凭什么人家七十几块 你就四五百 看得贵了 我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 你不用跟我争论那个就是看得贵了 啊当然啦 因为盘氏这样跌下来 讲一句最难听的 好的股票坏的股票都跌得乱七八糟了 其实这个盘面已经失控了 当然官员盘中都有出来说什么 啊我们密切注意台股啊 我们那个投资朋友你要相信啊 那个好的股票不要乱杀 拼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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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骂一百亿喔 结果指数跌了快五百点 全部都是内支在杀 不管说是观众朋友你或是说那些一些投信法人在杀 那些大户在杀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没有好像没有任何迹象啊 要指纹的样子 没有人敢下去做接盘侠啊 其实我跟你讲喔 这种东西很容易解决 你就盘中记者反问你说 我们已经考虑下午要召开国安基金的会议 紧急召开国安基金会议 马上这个盘可能跌四百点就直接喷上来 喷到平盘以上 不是啊 我们必要的时候怎么样 那就是还没到底 但大家都很会解读啊 就像观众朋友也很会解读我讲的话 也没有做这个财经官员蛮可惜的 因为讲一些喔 观众朋友听得懂的话啊 你怎么讲那个 对不对 那就不要讲了 你就干脆不要讲就好 你就躲起来就好了啊 所以 可能啦 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啊 对不对 那我讲话直接很多人说我是讲话 有点目中无人啊 我说我们看事情 包含我们判断股票的涨跌啦 多空啦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干嘛讲的那个模拟两可好像曖昧不明啊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有些人解盘他是解的是曖昧不明 非多又非空 讲的好像是头头是道 多的也讲了空的也讲了 他到底是多还是空 你看那些老师是不是这样混吃 我告诉你喔 还很多人都吃这一套 因为什么 因为那些老师的水准就跟你一样嘛 因为你只听得懂 那个跟你一样水准的人讲的话嘛 懂我意思喔 像我们这种的 我不敢说我水准比你高 可是我就是告诉你说 好那我现在怎么看 那我看错了对不起 那你呢 我没有预算到今天还会这样跌啊 这大盘跌这样耶 高点下已经跌4000多点了 上个月跌快2000点 1980几点 今天又跌了482点 6月1号到现在7月1号 跌2500快2500 投资朋友 我们6月是什么 是911事件 还是311事件 还是欧债风暴 没有耶 投资朋友 这个也完全颠覆我一个老师的那种操盘经理 没有啊 有没有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你如果说6月份跌到今天7月1号 如果是俄乌战争刚爆发 那我没话讲因为战争的因素嘛 可是不是耶 他很多利空都是我们都知道的 什么升息啦通膨啦缺量 缺量解决了嘛 对不对 就是原物料下跌 可能下半年景气可能不是很顺 订单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要去想 像我昨天跟你讲说 台股6月昨天是6月雪 那你袖手旁观那你就算了 你就不要出来讲嘛 对不对 那我说只能等待止跌啊 等待讯号啊 今天很惨啊 全部崩溃嘛 今天的沙盘是信心崩溃啦 你放心好了 我跟你讲 不是个股基本面的问题啊 不是观众朋友你买的股票不够好啦 我跟你说啦 没有信心的啦 这个盘喔 被所有的观众朋友你看破手脚 因为没有信心啊 护国神山群喔 全倒 你只要喊得出来 之前喊说什么 啊我跟你讲哪一个要做护国神山 歌 合纟 反丁啊 fertilize 就罭掉了 就罭掉了 那请问一下你是住在哪一座山 各位朋友 你现在听我讲说 那我好像也是住在里面 怎么住都是山 都住在山里 山里住久了以后就开始没文化了 对不对 我不是说原住里没文化 就是你再有水准的进去住了以后 神山住久了会变神经病 小心 那今天的空头气焰是嚣张到极致 我是讲是嚣张到极致 那期货也是很夸张 砰下来 根本下面就没有承接的盘 反正就乱空就对了 那主要因素我觉得是台币 台币还在扁 台币还在扁 因为我们的升息的脚步 落后全世界 我直接讲落后全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跟对岸比 对岸他们两年前就开始升息了 他们现在在开始放水 在救经济 那外资是被迫卖股 可是今天也没有卖多少 卖100亿 这好像也说不通 那产业面呢 什么MCU又有问题 MOSFI又有问题 类比IC有问题 你有没有记得我之前跟你讲 德宜看坏 英菲林也看坏 三星也不看好 英特尔说有问题 结果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只有 我就跟你讲 只有台积电说好 那我到时候我们来看 到底是哪一个人说谎 结果这几只大厂全部都大跌 没有错 全世界的半导体类股都大跌 可是我就讲 到底你是听到什么样的资讯 告诉你说台积电会去1000块 谁跟你讲 你不用来跟我争辩 你去跟你之前听到的那个消息来源 你去跟他争辩 我说 昨天的融资追杀还不够 昨天跌400多点还减30亿 今天 今天我就不敢给你估算 我等下又讲又讲对了 那就真的是 我跟你讲 现在没完没了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在 10点半 在去装钱 在就钱 准备要来保隆资维持率 因为这样下来 很多股票都不该跌的都跌了 那什么都是无效的 官员喊话 或是说什么基本面 公司出来澄清也没有效 我跟你讲都没效 现在你就等 等一个奇迹出现 我都讲结论 等奇迹出现 搞不好他讲话有效 搞不好 当然他不喜欢讲股市 他任期这么久 出来讲一次股票 就是高端 为什么 因为高端 他讲之前跌停 可能 可能他害怕 所以他赶快出来澄清 不知道是不是 你去看那个历史 有没有 他之前都不对 任何股票 有任何的发言 只有这一次 应该只有这一次而已 台积利润今天破底 那我这分析我就没有错了 但很多人会很不爽 你不爽是你的事情 你有听我的话的 我就拉到你一把 我就积了一个应得 那我也叫你不要存股 他没有那个价值 我也有讲明的 可是我也是很无奈 你像这段时间下来 我们也是沿路在停损股票 对不对 当然你会说 我孤雀比不败 我说那不停损 那现在怎么办 对不对 会员的钱也是钱 先卖先赢 对不对 好 今天跌到452 想当初还有688 各位朋友 你算一下 你买一张亏多少 还好吧 人家外资有几千 上千万张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苦主 苦主可能到处都有 可能最大苦主不是你 你还可以又再又再 那我只能跟你讲 极短线上面已经超跌 你看 其实台积电也很好看 这样下来100块 反弹完再100块 这边反弹完又100块 是不是超过了 就这样而已 你说老师 那会不会这一次跌完100块 会不会再跌100块 我说非常有可能 怎么不可能 照这种跌法 到年底我们台股就归零了 是不是 他说 可是那个就是痴心妄想的 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不对 你不能勾票拔书 然后开始说干话 讲一些不理智的话 我只能跟你讲结论 极短线抄跌 你要不要相去抢 或是说他有反弹怎么样 我只跟你讲 弹上来 我就就是对了 但是我是跟你讲 除完息后一路杀 这惊吓程度是破表的 惊吓程度是破表的 当然我也知道说 观众朋友 你最近心情也不是很好 你像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 怎么会好啊 对不对 可是就是我们静下心来 去看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受伤可以最小 或是说能止血 然后在时间点到的时候 反败为胜 逆转胜 就等待这个机会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谢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 靠边行走 赶时间 没车 冲啊 不近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偏桥 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员范围 或路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 昨天是南亚科除袭 今天是金豪科除袭 状况都不是很好 你看得到就知道 那因为昨天今天早上美光公布财报 他有赚钱 美国的美光 他有赚钱 但是不如预期 到底是不如你的预期 还是不如我的预期 我就不知道 所以盘后就跌8%嘛 现在有没有跌更多我不知道 所以办法体育股是比较弱 我们要讲实在就是比较弱 台股这两天加速赶底 剩下1万4 1万4千3 美股还撑在3万点以上 我们希望美股一起下来 因为我都算嘛 这除以二嘛 美到穷只是除以二 大概就是台股 这样不行 美国要加速赶底 希望搞不好今天跌个两三千点也不一定 因为礼拜一他们休市 国庆日 反正要挂大家一起挂嘛 对不对 用一种幻想的方式来解盘 可能大家会比较开心一点 那这个月美国还要升息 那当然大家还是说是升三马 那央行会不会紧急升息 我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看到台币一直扁 那个外资是皮皮刺 因为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上半年这样子他也才卖了9500亿 他还是很多钱在台湾 其实他也是有苦 有苦说不出 他一直去放空期货 怎么样去套利 其实他也是有苦难言 你不要以为说 那个外资一定都赚了盆满钵满 没有啦 观众朋友 不要听那种不懂的人在那边说好笑的话 好笑的话 台股现在是内外利空夹杀 我昨天跟你分析过了 你要特别注意 我在看的是日元 跟欧洲五国的债券的状况 那比特币昨天是又到1万8 所以我说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那你说通膨的压力 你去看 我讲的绝对是事实 你可以去看 你就看布兰特元牛油就好了 他前两天 谈到118、119 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 剩下108 其实油价跌得很快 他要跌 一天也是10% 也是跌停 你知道吗 要跌停 没有跌停 只有跌停 那你说到底通膨有没有很严重 有啊 他也是涨多之后 拉回 翻弹 然后又拉回 那我本来预测说 看可不可以把油价 布兰特元油压到100块以下 那如果压到100块以下 其实连准会就不用升息 升那么凶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 可能说老师那你都这样讲了 那你就再撑一下 我说哎哟 撑到现在还在看节目的 差不多你也是准备撑了啦 加油 世卫行我们也是停损啦 中美金这之前买的 还好我们有卖 户国神山 这你要等待啦 我觉得等待也是一种艺术 那讲什么都没有效啦 因为我是不知道别的老师讲什么啦 应该今天应该是 讲什么都没用 因为什么股票都杀嘛 你看喔 航运大跌啦 你看那个舟 航运跌了5% 观光跌了2% 电子股跌4% 对不对 你去看喔 你看金融股 金融股 你看就照富方金就好了 富方金破底耶 他偷偷的又破底了 国泰金 又破底了耶 投资没有 他剩下多少钱 他剩下49块了 大家都有跌到 没有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你买金融股跌比较少 没有没有没有 不跟你讲 跌起来的时候也都是要人命 而且很多投资朋友他认为说 老师这样子是不是有点骨灾的状况 我说 其实 我都已经这样写了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当然你是看得懂这两个字好惨 好惨 我当然知道好惨 对不对 那我是跟你讲 其实这个已经有一个信心崩溃的状况 因为 外资也才卖100亿 对啊 外资也卖100亿啊 搞不好那100亿全部官股航库接走了 搞不好今天官股航库买个一两百亿有可能 那整个是全部啊 不管大户散户是信心崩溃啊 所以我说官员不会讲话嘛 你懂为什么 就是我当官员的话 我就说我们准备下午直接召开国安会议 国安基金的那个会议 讨论 强制强势作为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耶 你说讨论而已哦 哇 马上就反转 台积电就不会剩下450啊 在那边哀哀叫 对不对 搞不好 哀一下再回去500 可是官员他就不愿意 官员就是把牌再藏起来 搓牌对不对 这牌不好搓的放旁边 因为年底才要选举嘛 这个牌不能这么早亮 不知道你听了懂听不懂 现在7月1号你是在金镜山 那人选都还不一定瞧得聋了 对不对 蔡黄都还没有决定说 每一个县市的那个候选人 对不对 还有那些议员那么多 哇 一个一个瞧 果真破底 那我是认为说啦 我个人认为啊 我小小意见 因为我都讲他坏话嘛 我们试着 跟观众朋友透露一些 不一样的 极短线已经超跌 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老师那个礼拜一 你还赶快冲进去 我说那你的问题 我是讲极短线 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那连八颗这样跌 我是惊吓程度是破表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连八颗这个价格了 我不算你多久没看到 不过我是觉得说 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应该会蛮快就出问题 所以大家就看嘛 大家就看嘛 因为一下借券一下 一下还券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怎样 那搞不好礼拜一出现这样子 那你要记住喔 你要记住喔 礼拜六礼拜天你要做功课 要想一下说 万一情势不对 对不对 万一情势逆转嘛 对不对 被我讲的一样逆转了 突然出现 阿狗狗急拉的时候 那你 你可能就是要你做好 事前的准备说 我先准备好子弹 或者说你要摊平哪支股票 你要先准备好钱 你不要每次准备 就是当天买卖然后不交割 对不对 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 这是准备好充足的子弹 或是说 你有那个规划说 我要分批乘接 我可能认为 一万一才是低点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一万四了嘛 对不对 我先买一点 一万三再买一点 那就是你要有个策略 你要有个策略 我觉得这样子的操作 才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 比较适合你的 当然我讲的不见得每次都适合你 我讲也不是每次都对啊 对不对 常常也被很多观众朋友 赛名嘛 但是我是跟你讲 今天的重点就是 极短线它已经超级了 那你要在这边杀 就自己想清楚 好不好 祝你大专 我们下次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